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最近,选宾孙一珍又有新的消息了 10月3日凌晨,准妈妈孙一珍更新动态 删除了老公选宾新电影《公主2》的电影《票根》 目前孙一珍正处于怀孕养胎的关键期 不过即便是这样,她还是在身体力行地支持老公的演艺事业 从票根信息可以看出,其构质量还是双人座 不难猜想,此次孙一珍是与老公选宾一同外出观影 夫妻俩也借机浪漫约会了一场 还有细心粉丝发现,两人观影所选择的座位号也是蛮怀疑的 一练三号四号可以独座位一三一四 而且这场电影结束的时间为12日晚23点54分 而孙一珍则在3日凌晨分享的动态可以看出 在观影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孙一珍就迫不及待地分享票根 以及正如方式替老公选宾做宣传 此外,还有网友从票根上专门考究了两个人管你的电影院环境 这些电影规格相当豪华,安设的基本上都是情侣座位 豪华皮质作业,外加双人小方舟 观影着可以躺卧着观看 舒适度比普通的影院要提升不少 想来也是选宾考虑到孙一珍目前怀有神韵 特意挑选了这样一家设计更为人心化的影院 细节之处足以看出其用心 而且还特意选择午夜场 想来也是不希望被过多人关注到 在之前的采访中,孙一珍选宾就一度袒露 曾经看过对方不少电影 孙一珍更是表示自己私下会去电影院观看选宾的作品 但没有人知道他去,说这话时 孙一珍脸上也露出得意的笑容 当然,除了这件事之外 另一件事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那就是看完电影之后,有狗仔拍到 孙一珍选宾偷多前往一家私人医院 为老婆孙一珍做检查 在这次爆料过程中 狗仔询问医生意外透露孙一珍选宾夫妇的分娩时间 对此,相信不少网友都一定十分的感兴趣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对夫妇 举起,其上个月就有网友在妇产更医院 还偶遇选宾和孙一珍 当天,孙一珍在老公的陪伴下按时接受产见 据网友透露,当天老人特意选择矫晚的时间 现身医院,也是怕招致太多关注 夫妻俩当时在医院一直耐心等候 从两个人的互动也可以看出 夫妻俩感情相当深厚 同一天,孙一珍也不忘分享日常 晒出了自己与家人一同外出用餐的美食照片 餐片也是极为精致 一看就是出自于名厨之手 餐桌上还摆放着一块小蛋糕 上面有西班牙语写着妈妈生日快乐 至于当天到底是选宾母亲 还是孙一珍母亲健身 外界有不同说法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孙一珍的婚后生活一定是幸福美满 两家人也是关系亲密和睦相处 而且选宾与孙一珍也是在今年三月风光大婚 此前就传闻说两个人是凤子成婚 不过后来被两人予以否认 直到孙一珍怀孕状态稳定下来后 两人才正式公开喜讯 但除了他们的婚后生活引人注目之外 他们之前的点滴生活也是为人津津乐道 在今年他们恒影拍摄电视剧协商 虽然没有感情线 但发布会现场 两个人硬是把犯罪片宣传出了 虐恋偶像剧的画风 一个说一起见面对戏的机会都没有 另一个说 没有办法跟一珍拍浪漫戏挺可惜 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戏外的两人互夸的格外奇迹 选宾因为孙一珍意料之外的演技 受到了巨大魅力和激励 很多时候他都是这样开浪和纯缝版面 孙一珍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让他们给对方打分 选宾认真地给了90分 然而他说 酷掉10分是因为拍摄期间几乎没有碰面 另一边孙一珍却给出了满分 虽然对着监视器演技 但是还是很喜欢 说完忍不住还学得笑了起来 感受下这扑面而来的酸臭味 他们就这样自然人的插科打混 打情骂俏 然后所有人都看到了超越普通朋友的情 今年初两个人更少偶遇一起在洛杉矶逛场市 虽然都戴着帽子非常低调 连后脑勺都那么般配 但这一幕也被网友评价为逛的是超市吗 逛的是对未来婚姻生活的场景 而且虽然嘴上说只是朋友 动作和眼神却很诚实 都知道孙一珍暗笑 万万没有想到和他在一块的选宾 嘴角也能咧到耳朵跟上 说好的安静能被男子呢 在孙一珍这里不存在的 这一件好像不是我的了 就是控制不住怎么办 这崇拜的小眼神谁能顶得住 以前即使在宣传期 孙一珍的意思也很少发主意 带人的合影 可以到了选宾这儿情况就不一样了 满屏都是对方的神移 让人感受到了不腾寻常的味道 选宾也非常配合 看看孙仙秀发漂亮的紫盘 谁能想到呢 先期是靠选宾拿着小风扇吹出来的 颜值高的人连一起拍个杂志都像在虐狗 看这杂志照 真的不是结婚照吗 一时间见不知道该羡慕谁 作为几乎统一时期出道的演员 今年同样是三十其四的两个人 一直是不老男神女神的典范 他们十几年如一日的努力自律 都各自闪耀的发光 但与此同时 他们都保佑了自己的初心 始终柔软而美好 也难怪往我们呼声这么高 即便作为旁观者 看完这些互动都很难不行动嘛 对我们这单人来说 选宾和孙仪真都是大家 熟到不能更熟的面孔 选宾 即使你没有看过那年火变犬中韩的 我叫金三顺 也没有看过让他名声大噪 拿奖拿到手软的秘密花园 甚至跟唐薇合作的婉秋 也并不影响对男神的欣赏 作为韩国四大国有财产出道十几年 她始终维持着良好的形象 低调专注作品 公开的两段类景中 苏惠祥和江苏拉 也都是认真有魅力的女性 可无论她再优秀 孙仪真都是足以匹配她的存在 星星闪耀般的干净的眼神 一笑起来就美眼望望 散发着清澈明媚的气息 眼里情泪的样子 我见有亮 但在凡人身上 孙月是把杀猪刀 可对于贤女 时间指上她的气质更加优雅大方 37岁的她 十几年如一日的 维持着国民除恋的模样 人色外号孙仙 她可情仇妩媚 可性感撩人 也能了腹黑女 也显示出来女孩子的神韵 或许很多人都觉得 孙一珍恐有美貌 但事实上 跟她获得的奖项相比 美貌根本不值得一提 在韩国演艺圈 孙一珍绝对是当助亏的 套扑地位 很多人这样形容她 以她的演技 根本不需要长相 以她的长相 根本需要演技 但她偏偏 演技和才华 其分一出道 就是秦龙奖的最佳新人 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 韩国唯一的六大奖 最佳女主角 超级大满贯得主 如今甚至冲刺第二轮 这样的小姐姐 真的狗撒了 也难怪面对催婚 可以帅气的说出 工作的太开心了 结婚的事要随缘了 只有真正有底气的人 才能说出 怎么帅气的回答吧 她本人的性格 其实也不像外表那么软 反而很独立 有自己的想法 我丝毫不怀疑 孙一真可以一直美好下去 因为直到今天 她依旧可以平靡外界的干扰 由自以为的安排着自己的生活 喜欢看书插花 那宅在家里的时候 小树着摆弄花花草草 走在街头逛逛菜市场 吸收满满的烟火气 获得幸福时刻更是 甜意满满 不过言归正传 孙一真选迷深夜 前往私人院 其实就是为了 其子运检不被打扰 但狗仔们可谓是无孔不入 这不 但狗仔们可谓是无孔不入 这不这群人就从 该私立医院医生口中得知 孙一真的生产时间 应该会在今年年底 其实早在之前 好友李显珍就能闹路 孙一真选逼 期间迎来虎抱抱 这从侧面说明 孙一真的遇产一期 这从侧面说明 孙一真的遇产期 应该在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初 所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